那最后我也要恭喜我们民进党的对手 许淑华正式的出现了 但是也很抱歉 你要马上面临到我的检验 费委员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里面说 他从来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不会去打民进党的竞争对手 可是不好意思 许晓星不一样 今天既然民进党许淑华出现了 从今天开始就要接受到 许晓星最严格跟最严厉的检验 在我看来 所有的新潮流的锅都应该要被翻出来 许淑华是民进党新潮流的一个代表人物 韩国瑜市长曾经说过 新潮流真下流 看到好处口水流 当民进党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人 作为他们的候选人的时候 所有的党员朋友 请大家记得 我们一定要在2024年的整个立委选举当中 把新潮流的丑事跟他们的底 他们要的选票跟钱全部都要交出来 不能再让他们予取予求 那我要告诉大家 许淑华在前几天 许淑华议员曾经接受中评社的访问说 民进党应该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 可是各位知道吗 没有隔几天以后 其他的媒体所有除了中评社之外 这一篇报道全部被下架 没有任何一家偏绿的媒体敢报道这句话 你们就知道新潮流背后的力量有多大 再来同样是新潮流的议员简书培 最近抹红了我们敦华国小的学童 抹红我们敦华国小的学童 那讲说呢 这些学童他们到大陆去唱统战歌曲 甚至绿营侧义的作家 还说我们敦华国小的学生 他们带着红领巾 跟共产党带红领巾是一样的 这番言论引起了敦华国小 包括他们家长会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愤怒 我从小在松山区长大 从我还在念国小的时候 敦华国小就是那个红领巾了 凭什么今天绿营的侧义的作家 出来这样子去抹红 跟伤害我们的小学生 今天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说好的要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 结果马上下架之外 你们新潮流的议员 甚至还跟着一起去抹红这些小学生 让这些小学生的脸被曝光出来 让这些小学生被误会 以为他们到了中国大陆去唱那首歌 但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就问 我公开的请教 跟我同一个选区 同样在教育委员会的许淑华议员 当你的新潮流好伙伴 减书培议员 在抹红敦华国小学生的时候 你人在哪里 你愿不愿意 你敢不敢替敦华国小的学生 跟他们家长以及过去的校友 说任何一句话 还是你平常是说 我做了很多服务 但是一旦这些利益涉及到新潮流 利益涉及到所谓的两岸关系 利益涉及到你们的抗中保台的时候 你就撒手不管了 就人间蒸发了 所以各位党员朋友 你们的眼睛是血亮的 像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像许淑华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像他们这些只会抹红小学生的新潮流 难道不应该让他们下架吗 难道不应该派出最有战力的人 跟他们对抗对决吗 所以再一次的肯托 4月22号我们的所有党员 很多资深党员的年纪虽然大 但是他们的内心非常的年轻 那我也要在这里 跟我们的党员再一次的呼喊 未来如果我顺利的通过了初选 我呢会包括在现在 就很直接的向党中央来喊话 向党中央喊话 让费洪泰委员进到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当中 所以各位党员朋友 我们再一次向党中央一起喊话 让资深的立法委员费洪泰 能够进到不分区 松信能够双赢 战力能够加倍 不过现在选情就是有传说 议员的选情比较好 那费洪泰委员他今天就质疑 为什么民调会外流 没有没有所谓外流吧 就是我想这个 我是讲说我非常有信心 所以有信心这个说法 应该是大家都可以说的 那数字的部分 我们都不会知道 因为所谓的这个监听部分 监听员也只会听到 我刚讲大概是40% 400通电话左右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推论到 最后的数字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基本上 透过监听的数据 会大概知道我们的民调的情况 这理论上面可以推算的出来 但是数字的部分 我是完全不清楚 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要等到4月22号的时候 我们选完正式的党员投票 公开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最后的结果 好那又想问一下 昨天的出现民调是截止了吗 那因为你最后也是最后几天也蛮同事的 那最后结果您有感觉吗 我想我对目前我们 因为我们有派监听员 但是我们有候选人的公约 是不能讲细节 不过我想我自己对于 这个民众给我的支持 跟我的感受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我也 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我也相信会有好消息 那但是呢我们还有党员投票 所以还有三天要拼 那我们之后也会正式的 向党员来报告我们的 从政的理念 那希望争取他们 最大的支持跟认可 所以民调的正式结果公布 跟党员投票的结果 都是在4月22号会公开 不过像刚才我们在送车的时候 都已经先跟我们的这些 民众朋友说谢谢了 所以因为很多民众是在家里 帮我雇电话 那雇了电话之后 能够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那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感谢 这几天这三天在家里 帮我雇电话的民众 不管是有接到电话 没有接到电话 我都觉得很感动 像刚刚我去打招呼的时候 就有两个人告诉我说 他们已经有接到电话了 所以我相信接到电话的民众 还蛮多的 那我也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相信很快会有好消息传出来 那因为想问一下 那你下一步会往哪方面进行 OK 我明天应该会正式的开记者会 然后进行一个 跟党员的正式的报告 然后说明我自己的这个从政理念 那自己对自己胜选的机会 自己觉得是机会蛮大的 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我想不只民调我希望能够赢下来 党员投票我也希望能够赢下来 而且我有信心能够做到 谢谢 偶尔小毛简单问一下 今天是第二天民调 那对于昨天整个晚上的选情 您这边有掌握到大概 有没有领先大概希望 我还不清楚 因为我们确实双方都有派观察远去 这个目前的状况 因为我还没有还没给我回报 他们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家 但我们的选民倒是跟我讲 我的竞争对手最近一直在查一个文宣 我来秀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他查了一个这个文宣 我们的选民跟我讲 很多人都会受到这个文宣的影响 就是他感觉上他意图使我不当选 他说徐晓晴当立委 贝宏泰当部长 他当总统了吗 他可以分配我当部长的位置吗 而且现在正在齁正在初选的 说到怎么办 就用这个决定的状况 正在初选的状况的时候 用这样子的方式 很多的选民跟我讲说 很多人就会一直受到影响 以为是我们的党安排了 他当立法委员 我当部长 我是在这边很沉痛的讲 我们选举干干净净的选 大大方的选 不要用一些 我是觉得不正当的手段 意图使我不当选 松信一席的立委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整的整党的团结与否 非常的重要 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 是党的事在团结吗 所以在这边很沉痛的 敬告我的竞争对手 用光明磊落的手段 不光明磊落的手段 我是觉得即使赢了 也不会赢得人家对他的证据 好不好 谢谢 昨天徐老师有特别说 他说他冲撞现有的体制 还是可以受到别人喜欢 这部分你自己知道吗 我们体制 当然是可以不断的在改进 但是这个体制也是我们党中央所安排的 国家有它的制度 党有党的规定 我觉得在党的规定里面 想要讲什么话我都没有意见 做什么事也没有意见 但是不要去搞一些不光明磊落的步伐 这方式去让大家 让大家有一种错觉 那个不叫做从长体制 那个绝对不是从长体制 那个是手法用的不正道 昨天您跟薛小金碰面 稍微握个手 您自己感觉 是我们在福德市场 因为我是足摊的 去跟摊商跟我们的市民去握手 他定点就站在那边 基于礼貌我自己主动走上去跟他握手 不尴尬 不会尴尬 选战 选战有什么好尴尬呢 选战就是彼此竞争选选选以能 选出一个可以替人民解决问题 可以替人民创造好的生活环境 可以替人民在立法院把关 判警荷包 立出好的法 我想在竞争的过程里面 个人讲个人的好话 但是不要用不正当的方法 谢谢 谢谢委员 很辛苦了